演员拍戏是怎么忍住不笑的 镜头怼脸 无实物表演 各种骑马方式 演员们拍戏的时候 真的忍功一流 1.各种镜头怼脸拍 最近张灵鹤的拍戏路透图流出 他上半身帅气十足 但下半身的大肚子 竟然横穿出来一根棍子 架着摄像机 这种怼脸拍摄的方式 张灵鹤演得津津有味 但观众却笑出了声 当时杨子拍摄 箱密的荡秋千镜头 也同样如此 照脸是这样的 看着齐乐融融唯美好看 但这摄像机卡的位置 实在让人 呃 猝不及防 郭敬明拍摄特效电影时 花絮绝对比正片好看 演员全都一身黑 戴着帽子把镜头怼在脸上 还自己给自己打光 使徒杀使徒 王爵杀王爵 杨密怼着镜头 演得好入戏 与一旁工作人员麻木的脸庞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陈薛东的同款 都快把陈薛东本人丑哭了 哈哈哈哈 很丑哦 你们这样拍我合理吗 胡歌与晋东拍摄伪装这时 明台知道明楼的身份 镜头怼脸拍摄两人的情绪 但第三视角是这样的 这晃动的镜头 围着转圈的人影 俩人还你给我转 我给你转 工作人员又围着两人转 追龙引风暴时 一群人围着转 我还是得接着眼 他们这人像能力 我佩服啊 二 好笑的无实物表演 苍蓝绝中 于树心摸可爱的小鹰招 实际摸的是空气 眼被魔化的大鹰招追 实际是小蓝人推动的蓝色绿幕 还要被小蓝人举着锤子打 王鹤地对着蓝布 当结界对抗 看着他用力的背影 都想给他喊声加油 羊子在香蜜中 跟小鹿的互动那么可爱 全靠输着 机工头工作人员的人工手动 这小碎布 这小绿鹿 羊子罗云心没笑 反正我是笑了 还有工作人员 拿着小绿鹿配合演员演戏 小方都害怕 小绿鹿的鹿蹄仔会不会跑冒烟啦 陈小眼被蛇缠住的剧情 剧组配了一根绿色的绳子 看着陈小这表演 妈呀 这不比证据好看 3. 假道具 假公主豹 假身高太疯狂 这位 我竟然看懂了 他在拍橘角 这位 用的是别人的手术线 虽然是专业的 但实在太好笑 演员忍不住了 林更新抱不动不到八十斤的赵丽颖 用了木箱 只拍上半身 林狗啊 新剧再抱赵丽颖 可要支愣起来哦 新云来抱李兰蝶 奋斗半天 最后选择用梯子台 瞅瞅这娇硬的姿态 很快在前面的梯子 也太假了 用滑鬼抱乔心的许卫章 自己抱不住 还打击别人的体重 跟巧心差不多就行了 不能超过巧心了 还有 摘子录 抱不动 辣木扬子 全靠旁边的大哥们 用架子抬着跑 这么大的阵仗 我看见旁边的工作人员 都笑场了 男女着眼 身高差距太大 同不了框 大多女生 都是靠踩箱子完成拍摄 当大高个刘雨宁 跟赵露丝搭戏时 拍摄山尔光的血 都要女生站在台阶上 不然赵露丝只能跳起来 打他膝盖了 我在上面打什么 要不然我动不着 要不然你跳起来 不过反之 男主不够高 就好好笑 黄晓明靠着工作人员的 演技手快 铺木板 为他铺出能稳住 女伴的霸总身高 而这位用板车推的 我确实没想到 嗯 只能说 这剧组 咋就这么聪明呢 四 离谱搞笑的骑马方式 现在的演员 能真骑马的 那是少之又少 这部 迦南传 居静一骑的假马 这眼睛 够不够有神 轴声如故 国超和白鹿 骑假马的方式 自己都觉得要笑场 坑吃跑半天 原地不动 还有这电动假马 妈呀 小方看着都想去坐坐 这是摇摇车吧 这再来个假马头的 够不够有氛围 甚至骑的跟马 毫不相关吧 凳子 梯子统统拥上场 谁算没有道具 咱骑人也行啊 看看这架势 是不是超级霸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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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霸气的演员 还可以无实物骑马 红一天拍绝带双胶时 这套空气骑马的动作 他好严肃 他好认真 但真的好好笑 比他厉害的 还有手动树林的夹角 瞧瞧咱们工作人员 跑动的山区 多么辛苦 5 花样打戏的信念感 拍摄仙侠剧 非常考验演员的信念感 需要给各种反应 拍远距离的打戏 要么像开谈作法 要么像跟空气有仇 看看诚意这段 没有特效的表演 像不像 倒是跳大神求雨 网络大电影张三封里的主角发工 不仅牛皮靠锤 那脸也是靠锤出来的 罗云熙拍摄打戏 自己在那五半天也就算了 威亚不给掉 花鬼不给按 还得自己搅动 一个字 绝 不得不说 演员还是有点刷子的 至少笑点绝对比我高 不然看着这些离谱拍摄方式 牙都要笑掉了